我很感謝每一個病人跟家屬 因為他們用他們的生命來教會我 即使疫情再嚴峻 即使環境再困苦 我們依然可以用我們的專業 還有我們一個愛人的心來幫助他們 我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夢想 就是弱勢的民眾 他不會因為現實而有所差距 成天使之光行護理之責 是我護理醫生的使命 是病人跟家屬成就了我們這個團隊 所以呢 今天我們真的要把這個獎項 獻給我們的病人跟家屬 我們護理同仁 在決定加入偏鄉醫療的情況之前 我們一定有我們自己自身的 一個困難跟抉擇 但是當我們看到 民眾對我們的微笑 護理團隊同仁心都軟化了 我們一直會秉持著 越難到達 越要到達 讓距離不再是問題 守護台灣的每個孩子 他們在防疫的第一線 真的是要有很大的 專業訓練跟很勇敢 雖然指揮中心已經解編了 我已經不是指揮官了 不過我還是代表這個指揮中心 謝謝所有護理人員 給防疫的貢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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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尼哥講是職業基金會 為了感謝我們在第一線照顧 病患病患的所有護理的同仁 所創意的一個最溫馨 最感恩的最高的一個獎項 我們是不是應該給這些護理師 有更多的尊榮 來讓他熱忱跟愛 能夠續航力更久更長 給我們全國的護理師 全球的護理師們 最熱烈的掌聲 謝謝 感謝職業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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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職業社會福利資商基金會 感謝職業基金會 感謝職業基金會 謝謝 謝謝